这个书生太无耻了 面对幽灵的追杀 他非要管回去捡笔 落进了幽灵的攻击范围 幸好蒙面哥赶过来救了他 可他转头就把蒙面哥拉向幽灵 以保证自己可以逃跑 而跌倒的蒙面哥却被幽灵扑倒 小青看见恩人落难后 持刀上前直刺幽灵 反被幽灵一击震飞 还好大刀手司马官人赶到 一刀砍下幽灵头颅 而书生活该屡是不中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时 他被另一只幽灵盯上 直接将其推下了无耻 落了个灰飞烟灭 这就是修罗界的凶险 世间之人死后执念过身 就会堕入这里 偏地位除去纠结在此的苟且众生 才会让这里变成法外之地 无断经历人性之恶的丑陋 并循环降下不同的天界 小青他们刚刚经历的就是火劫 天降大火可以躲起来 但随之而来的漫天幽灵 真的是无恐怖路 这次就是一个同伴被幽灵咬伤 瞬间变成了幽灵 从内部攻破了防御 而想要离开修罗界 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极难 要跳入前方的无耻 洗去今生的执念与记忆 但当你站在无耻前 看着池水印出你的执念时 大多数人都只会在岸边徘徊 毕竟他们就是心有万千不甘 才堕入的修罗界 正如无耻的小狐狸所说